懒得阅读密密麻麻的长文吗? 点一下订阅 就能轻轻松松看影片掌握最新苹果iPhone资讯 iPhone15手机即将于2023年9月推出 这对苹果供应商富士康来说 意味着一场空前的招聘热潮 为了因应即将到来的旺季需求 富士康正在积极招募大量的员工 同时也向之前的员工提供了特别奖金 由于中国在2022年实施的严格 COVID-19防疫政策对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富士康的工厂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据招聘人员赵先生透露 当地的招聘机构正在努力建立人才库 以满足即将到来的旺季需求 富士康的招聘工作由专业人员赵先生负责 他正在以每小时21.5元约合3美元的时薪 招募固定工人和临时工 近期 富士康在郑州的产品外壳 业务群组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 为重新加入生产线的前员工 提供了8000元约合1105美元的奖金 该业务群组负责生产iPhone的机械零部件 同样的 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厂 新晋员工也有资格获得最高达6980元 约合980美元的奖金 此外 富士康还积极推广员工推荐计划 为每成功推荐一位新员工的推荐人 提供1000元约合138美元的奖励 据南华早报报道 富士康还将向北推荐并再忘记加入公司 至少工作4个月的人员 提供一次性奖金7000元约合975美元 除了大规模招聘行动 富士康还积极扩大其在印度 越南等国家的制造业务 作为苹果供应商 富士康已与圣安逢甲工业园区公司 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 以约6250万美元的价格 租下占的111英亩的土地 租赁期将持续至2057年2月 与此同时 印度卡纳塔克邦政府表示 富士康工厂在该邦的生产将于2024年4月开始 这一系列的举措将有助于富士康充分利用市场机遇 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为当地就业市场带来正面影响 富士康的招聘行动将为众多求职者提供机会 同时也为富士康和苹果带来更多的商机和成功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